作为清末洋务运动唯一遗存至今的血脉 招商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企业 从1872年李鸿章一手创立至今 他已经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百年浮沉 他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 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商业和金融业 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商船队 第一家银行 第一家保险公司 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 从积弱积贫的晚清蹒跚起步 到抓住改革开放的浪潮成为中国商业的先驱 招商局也是现代中国曲折前行的缩影 作为洋务运动里硕果仅存的企业 如今的招商局已经发展成为 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型央手企业 触摸品质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招商局百年招商成风破浪 清同志元年五月 上海遭遇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暴雨 黄浦江上灼浪滔天 波涛汹涌 突然一个身影跃入江中 转瞬间便被淹没在汹涌的江水里 死者是一位沙船上的水手 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在中国沿海与长江沿线 被迫开放多处通商口岸 外国轮船成群结队地开进大清朝水域 和中国传统牧船相比 这些外国轮船以蒸汽机作为动力 速度快又不受天气影响 优势显而易见 在新式轮船运输的冲击下 中国船业一片凋残景象 沙船客货运输业被逼到溃灭的地步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 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 铺设到上海 上海与伦敦之间的电讯联系 从此无需再转进香港 就可直接发送 便利的交通线路和先进的通讯手段 吸引了更多的洋商参与对华贸易 航行到中国的外轮也日益增多 大有垄断中国航运业的趋势 彼时洋务运动已经兴起数年 洋务派以自强为头号 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 洋务派认识到 玉自强必先致富 玉致富必守在正工商 为解决操用危机振兴工商 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出了 轮船招商的设想 创办中国新式船业的计划 就这样被提上了日程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商股重地和最大航运中心 所以李鸿章决定将建厂地址选在上海 并委派上海沙船富商朱祁昂进行招商募股 这是在中国商业领域第一次引入股份制这样的组织形式 募股商人朱祁昂后来也成为招商局第一任掌门人 年底招商局定的轮船先后抵达上海 货站和码头也相继建成 招募的船工水手和外国济师也相继到位 万事俱备 李鸿章随即向朝廷成递了 事办轮船招商局的奏折 报告了轮船招商局的筹备情况 并在奏章中明确了分运草粮 兼揽客运的运营方针 也正式提出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官都商办体制 三天后的1872年12月26日 同志皇帝批准了李鸿章的奏诣 这一天后来也被看作是招商局正式成立的日子 但招商局的起步并不顺利 因为金银补膳且不善于和洋行打交道 在金银仅半年之后就亏损了四万多两 次年七月 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工局为轮船招商总局 并开始把目光从中国旧市富商 投向了给外国洋行打理生意的 华人买办群体 他们不仅财力雄厚 而且熟悉新式企业的经营办法 所以李鸿章找到了上海买办商人 唐廷书 委派他为总办 徐润 盛宣淮为会办 在唐廷书等人的带领下 招商局很快便有了起色 很短时间内相继设立了 天津 广州 香港 新加坡等19个分局 随后还陆续开辟了香港航线 北洋航线 长江航线 并着手组舰船队 中国商轮开始活跃在内河 近海 出现在南亚 东亚 太平洋和大西洋 中国民族航运业由此诞生 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但在创立一时 招商局就遭到了 以齐昌 宜河 太古为首的 外国轮船公司的挤压 他们采用大幅降低运费等手段 想击垮招商局 李鸿章采取筹借关款 增拨草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 招商局不仅没有被压垮 反而日渐发展起来 在这场持续的价格战中 最先败下阵来的是齐昌轮船公司 1876年 有消息传出 齐昌有意出让所有的码头 仓库 轮船和战房 唐廷书 徐润和盛怀轩合计了一下 认为收购齐昌一方面可以扩大招商局自身实力 一方面又能减少一个劲体 很快 招商局就收购了齐昌轮船公司 招商局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轮船公司中的老大 太古 仪和等公司也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签订旗价合同 即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议定统一价格 从此招商局与太古仪和顶足而立 在中国有史可考的商业史中 招商局收购齐昌 恐怕是第一起中国企业并购外资的案例 这一举动也使得招商局逐步成为一家国际化的公司 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工商企业 但也正因为是第一 所以配套的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 招商局要走下去就不得不投资创办或自己兴建相关的企业 从保险到煤炭 从铁路到银行 招商局慢慢搭建起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初步框架 因为轮船是高风险行业 离不开保险 而当时外国保险公司又趁机打击刁难 所以在1875年 招商局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保险公司 保险招商局 早期的轮船大多是用煤做燃料 要用到大量的煤炭 于是招商局在1878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业 开瓶矿物局 而煤药运到码头 牛拉马运远远不能够满足需求 招商局又募资修建了中国第一条专用铁路 唐山至虚个庄铁路 1896年由招商局投资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 在开拓工商业的同时 招商局也非常重视教育 自创办以来 招商局就长年资助各类新式学堂 还出资承担最早外派留美幼童费用 并在盛萧怀的提议下创办了南洋工学 也就是如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招商局的实力在此期间得到了极大增强 船舶从成立之初的4艘2319吨 发展到1901年的29艘43949吨 固定资产由63.1万辆增加到577万辆 利润由1874年的8.2万辆增加到63.7万辆 历史延续至此 招商局在航运上的收权 在制度上的创新 在思想上的影响 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也让招商局迈入了其发展史上的 第一个辉煌时代 对此 李鸿章后来还在写给别人的信里 无不得意地称 轮船招商是为开办洋务40年来最得手人字 1901年 李鸿章逝世 以盛宣怀和袁世凯为首的各派官僚集团 都想把招商局放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多方利益牵扯之下 招商局的管理日益腐败 几年间就亏损了数百万辆 严重压抑了招商局的发展 广大股商们也是痛心疾首 官商矛盾空前激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 颁发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命令 招商局官都商办体制解体 进入了完全的商办时期 但这一时期 因为国内局势的长期动荡 和局务管理的持续混乱 招商局的发展并未出现明显起色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因为大量外轮撤回本土 而有过短暂的繁荣外 大多数年份仍然处于萧条状态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 蒋介石为了扩充经济与军事实力 开始对招商局实行全面控制 在经历清查整理改革等一系列准备过程后 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发了招商局收归国有令 将局民变更为国营招商局 中央银行支付了212万辆 收回了招商局全部股票 而当时招商局账面资本为840万辆 实际资产则高达3300余万辆 是中央银行付款的15倍还多 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 被称为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 在这十年的后五年时间里 招商局已经成为完全的国营企业 宁波商人火柴大王刘鸿生和广东的蔡曾基 先后出任招商局总经理 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同时在国家力量的投入和干预下 招商局的规模迅速扩大 建成了一支未为大关的商业船队 实力远远超过其他民营轮船公司 但在招商局快速扩张的同时 一场空前的危机正悄悄来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为掐断中国军事运输的动脉 将招商局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招商局不仅船舶损失惨重 楼房 码头等也被日军侵占或轰炸 抗战爆发一个月后 国民政府决定采用堵截的办法 征用船只在上海南京之间的港口要塞 沉船堵塞向道 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进 整个抗战时期 招商局在江阴 马当 郑海 宜昌等地 一共沉船24艘 占到江海船舶总冬位的40% 与此同时 招商局还承担了大量军事运输任务 保证了前线物资的顺利供给 抗战结束后 招商局接收了大量敌尾船舶 并在国外购买大批剩余船舶 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但好景不长 内战爆发后 招商局被迫为国民党提供物资运输 影响了正常的运输计划 除收入锐减之外 其信誉也受到极大影响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招商局 招商局正式宣布回归新中国怀抱 但在国民党败走台湾时 超过80%的招商局轮船 被迫一起撤往台湾 并沿用招商局的名称继续经营 直到1995年 全部并入扬明海运公司 台湾招商局至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951年 招商局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 其于各地分支机构 陆续转变为当地的港务局或航运局 但在香港这边 因为当时中英两国还未建交 如果香港招商局改名 可能会在注册和产权过户等方面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 只有香港招商局 保留了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 从注册时的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公司 一直到今天的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当年的香港分局成了事实上的招商局总部 不过从1951年至1978年间 因为受制于内地的政治经济影响 香港招商局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状态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香港招商局的机遇之门 终于在1978年悄然打开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 1978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这一年一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引起了思想解放浪潮 这一年改变中国命运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做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 也是这一年 历史为招商局选择了一位61岁的老人 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袁庚在招商局上任14年 不仅让招商局从一个衰败的百年企业 发展为资产过百亿的大型集团公司 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 并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1979年招商局在蛇口炸山填海 打向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 创办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依托蛇口工业区 招商局很快由一家交通部驻港窗口机构 变成一家真正的在港中资企业 相继开辟了港口业务 地产业务 金融业务 工业业务等 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商业银行 招商银行 第一家企业股份制保险公司 平安保险公司 组建了今天 已成为全球最大集装箱生产企业的 中级集团等 与此同时 招商局在香港也开始恢复建立船队 发展航运业务等 招商局也由一个单一的 资产仅1.3亿港元的航运公司 壮大成资产预200亿港元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时隔80多年 招商局再次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元庚还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被我们屡屡提及的口号 时间就是生命 效率就是金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把招商局拖入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 此后的几年里 招商局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2001年 招商局迎来了新一任董事长秦晓 他提出二次改造计划 对招商局进行了战略定位调整和组织架构调调整 号召要再造招商局的第三次辉煌 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 在其任职的9年时间里 凭借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三驾马车及一系列优化改革 秦晓将招商局的总资产及利润总额 由2001年的496亿元 提高到2009年的2683亿元 带领招商局成功突围 目前招商局业务主要集中于综合交通、特色金融、 城市与原区综合开发三大核心产业 并正实现由三大主业 向实业经营、金融服务、投资与资本运营三大平台转变 如今的招商局也在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的行动中 围绕周边国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海外港口、金融、物流网络 2017年 斯里兰卡政府还把汉班托塔港的资产和经营管理权交给了招商局 除海外建设外 你能想到的所有国内港口码头也都是由招商局投资运营 航运业之外 招商局还是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投资里程最长 覆盖区域最广的公路运营商 除西南西北地区外 其余绝大部分省份的高速公路全都是它的收费项目 金融总里程达8824公里 截止到2019年 招商局营业收入7177亿元 利润总额1625亿元 净利润达到1262亿元 集团资产总额9.3万亿元 净利润与投资规模蝉联央企第一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想到的现代文明 也大都能在那个年代里找到源头 从炮火与屈辱里诞生的洋务运动 预育出了承载着中国人实业新邦希望的轮船招商局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 招商局承载了许多使命 它开创了诸多历史第一 并深深影响到了今天 如今我们也能看到 招商局这艘巨轮从历史深处走来 又正在扬帆向浩瀚的远方破浪行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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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